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上周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 书名叫做 情绪跟你以为的不一样 作者是Lisa Feldman Barrett 这本书比较重要 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推翻了过去 科学心理学当中的一种假定 假定每一个人的情绪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种 管辖情绪 乃至于表现情绪的 共同的模式 因为问错了这个问题 心理学做了很多 想要证明 人的情绪是一致单纯的实验 这些实验今天看起来都是站不住脚 所以必须要从头来过 而Barrett就是牵涉在这个 从头来过的追寻 情绪是怎么一回事的 这个学术领域里 所以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 在书里面第二章大标题 就告诉我们说 情绪是建构而来的 什么叫做情绪是建构而来的呢 首先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大脑的运作 大脑的运作 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想一想 上一次有人给你一颗 甜美多汁的红苹果 你伸手接下了它 咬了一口 感受它酸酸甜甜的滋味 在这段期间 大脑当中感觉去和运动区的神经元 正在激发 运动神经元的激发 以产生你的动作 感觉神经元激发 来处理你对苹果的感觉 像是它带有一抹 微绿的红色 摸在手里的光滑感 清爽芬芳的香气 咬下去的时候 听到的那个清脆的声音 以及呢 苹果带着一点香甜的这种味道 其他的神经元 还有呢 让你的口水能够释放酵素 并且开始消化 另外有神经元释放皮脂醇 好让身体准备代谢 苹果里的糖分 或许还有一些神经元 让你的胃稍微的翻角 然后呢 关键的是 第一 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咬一口苹果 拿到苹果 咬一口苹果 可是从大脑的角度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第二件事情 大脑所要做的 就不只是让你咬了一口苹果 然后开始消化苹果的养分 更重要的是 它还要形成苹果的这个概念 那把你以前看过 跟尝过的苹果的零碎的知识 加以整合 改变了感觉区 和运动区里的神经元 就建构起 叫做苹果 这个概念的新质的实力 也就意味着 从此之后 在你的大脑里面 就模拟了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 现在它不是实际存在 但当我讲苹果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面的那个模拟 就出现了 可是 比如说 换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的是 科体松 科体松跟苹果 同样都是声音 可是我刚刚讲苹果这个声音 马上在你的大脑里 就出现了连结的 那个模拟 或者是那个概念 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科体松 这三个音 是没有意义的 你也不会因为 我讲了科体松 就像我讲苹果一样 你的大脑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形象 因为你的大脑 没有那个观念 没有那样的一个模拟 所以呢 模拟 是你的大脑 对于世界 正在发生 什么样事情的一种猜测 说里面另外 来举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 如果这个时候 我断出了粉红色的冰淇淋 看到粉红色的冰淇淋的时候 我不需要跟你讲任何的东西 你直接的就假定 它应该是甜的 而且它应该吃起来 有草莓的味道 如果你吃了一口 结果发现它是咸的 而且有鱼的味道 你心里一定很不舒服 那个不舒服 其实是来自于 你的大脑里面的 那个模拟 跟你实际上所体验的 有差异 有落差 然后你非常可能 你的直觉的反应 你就觉得这很难吃 这很恶心 可是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程序 让我让你的大脑里的 这个观念跟它的模拟 有所准备 比如说 如果这个时候 是在高级的餐厅里 我跟你介绍说 我们大厨帮你准备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前菜 这个前菜是冷冻鲑鱼慕斯 它就是刚刚那一团东西 看起来是粉红色的 冰淇淋模样的东西 可是你已经知道 它叫做冷冻鲑鱼慕斯 冷冻鲑鱼慕斯 就是这个几个声音 就在你的大脑里 就已经产生了那个模拟 所以你一吃下去 它有鱼的味道 它是咸的 哎呀 你说真好吃啊 真是个美味的料理 你看 这就是我们大脑 如何来认知这个世界 来体验这个世界 也就意味着 我们所见到 我们所听到 我们所触及 我们所吃的 大多是对于世界的模拟 而不是对于世界的反应 由远见的人推测 模拟这个常见的机制 就不只用于知觉 也用于了解语言 感到同理 记忆 想象 做梦 以及其他许多的心理的现象 我们的常识或许会宣称 思考 知觉和做梦 是不一样的心智的活动 但是却有一个通用过程 可以描述他们所有的一切 模拟呢 是所有心智活动的 预设的模式 这就是解开 大脑如何制造情绪的 这就是一个关键 因为情绪就是来自于 大脑的模拟 跟我们大脑模拟之间的 各种不同的互动跟对照 我们不可能 没有大脑的模拟 那没有大脑的模拟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件事 每一个人遇到同样的事情 即使当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时间 你的大脑有不同的模拟 例如说 对一个刚刚长牙的小孩 他第一次咬下苹果 他的大脑模拟是一回事 对于一个30岁的人 已经吃过不知道多少次苹果的人 当他吃苹果的时候 他的大脑的模拟 当然不一样 而且不只是这样 那个现实的经验 不会每一次都跟大脑的模拟 完全一样 所以他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情绪 我们就可以体会了解 什么叫做大脑 首先 什么叫做情绪是建构的 再来 情绪为什么是那么样的多样 因为有这么多的变数 他怎么可能 每一次都一样呢 虽然你都是吃苹果 但你每一次吃苹果 在现实跟模拟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差距就产生了 你不会每一次吃苹果都产生同样的感受跟同样的情绪 在书里面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在你的脑海里 如果现在看到了一只蜜蜂 在芬芳的白花瓣上轻轻地跳跃 嗡嗡地绕着花瓣来寻找花粉 但是不一样的人 同样的这个景象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 如果你喜欢蜜蜂 那你就想象那个翅膀的拍动 这个时候会造成其他大脑神经元 让身体准备好更进一步的观察 你想要去看那个蜜蜂 你想要仔细地看蜜蜂 因为你喜欢看蜜蜂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脏就会跳得更快 你的汗线蓄势待发 让你的血压准备要降低 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专注 所以这个时候从你的大脑 到你身体的准备 是要让你专注 这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但是如果你以前被蜜蜂狠狠地遮过 你的大脑这个时候的准备就不一样了 是要让你要逃走 或者是驱赶 甚至是拍打的动作 然后呢制定出其他模式的生理改变 每一次你的大脑模拟感觉输入 它就会让你的身体做好 自动改变的准备 也让你有可能 事实上是必然改变你的感受 你对于蜜蜂所做出的模拟 根子于你对蜜蜂 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智概念 这个概念不只是包挂 有关蜜蜂本身的讯息 它看起来听起来像什么 你对它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你的自律神经系统的什么改变 让你有所行动等等 还包括跟蜜蜂有关的其他的观念 刚刚我在跟你讲说 哎呀看到蜜蜂绕着这白色的花 在那里嗡嗡的飞啊飞啊飞啊 其实当在描述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几乎所有的人听到的时候 你都不会单纯指示蜜蜂跟花 比如说会产生草地 季节太阳 还有原野等等各种不同的联想 这些讯息都跟你的蜜蜂的概念 是融为一体的 这来自于你过去对于蜜蜂的一种模拟跟认知 任何一只现实底下的蜜蜂 都不是第一次出现 也都不会单独出现 它都变成跟你的脑袋里面 跟你的大脑里就已经有的这个概念 这个模拟结合在一起 所以引导你如何来感受 我们的大脑从来都不是 如实的客观的 在处理这个外界的讯息 我们的大脑会引导我们用既有的观念 来感受这个世界 而情绪既然是产生于外界对我们的刺激 所以你就了解 情绪当然离不开大脑的这个建构 大脑是如何建构 外界的刺激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们有情绪 情绪是这么复杂的一种东西 情绪必须用这种方法才能够体会 情绪必须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认识跟了解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去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Lisabeth Ray 她所写的情绪 跟你以为的不一样 这是上周出版公司的新书 这本书 很重要的是 让我们了解 在科学上 从大脑神经的研究 现在是用什么方式 来理解情绪 大脑的运作 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现在在听我说话 你能够听得下去 因为你听得懂我的话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人 这个时候他同样跟你一样 都在听我说话 可是他听到的就跟你不一样 他所听到的就是一连串的声音 可是这些声音呢 对他没有意义 那倒过来应该问你说 为什么我讲的这些话 对你是有意义的呢 你是如何区分开来 本来他就是一连串的声音 你是如何区分 包括这个音跟下一个音当中 是怎么样隔开来 一个音跟其他的音 是如何组成了一个词 又如何组成了句子 这些规律性 如果没有这些规律性 你现在就听不懂 我到底在讲什么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作用 在还没有听到我讲话之前 你的大脑就已经把这种规律性 变成了概念 不然你就不可能有耐心 继续听到这一连串的声音 还能够听得下去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 很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看到彩虹 你会看到清楚的彩色的条纹 可是在自然界 彩虹哪有条纹 彩虹是光的连续的光谱 波长大概是从400到750奈米 这个光谱没有边界 所以它不是红橙黄绿蓝定子 七个颜色的七条带子 可是我们看彩虹 我们就会看到条纹 这个条纹不是来自于自然界 不是来自于客观的光谱 那来自于什么呢 是来自于我们对于颜色 有一种大脑所产生的性质的概念 像是红色啦橙色啦黄色 因而另外要提醒大家 不一样文化的人 他们所看到的彩虹 他们就会分辨成不同的色带 比如说我们太习惯了 因为是红橙黄绿蓝定子 我们老是就这样记下来 这叫彩虹的七个颜色 所以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 我们通常也就很自然的 我们会看到七个颜色 可是例如说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所看到的彩虹是六个颜色 而不是七个颜色 这是来自于大脑的建构 另外大脑的建构 又跟文化有关系 不一样文化的人看到彩虹 他们看到的颜色的种类数量 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看彩虹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自动用这些概念 把光谱里面某一个范围的光波群组 把它放在一起 分类成同一种颜色 你的大脑就淡化各个颜色种类之间的变异 强化其中一些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异 让你知觉到这一道一道的颜色 这是我们大脑的运作 你所知觉周到的一切 都是由大脑当中的概念来改变 花一点点时间看看附近的任何一个物体 然后呢 你往那个物体稍左边一点点看 你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底下 你刚刚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壮举 你的脑袋和眼睛运动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但它们使到达脑中的视觉输入 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果你把你的视野想成一个大型的电视荧幕 那么你些微的眼睛的运动呢 就改变了荧幕当中数百万的画素 然而你不会感到视野中有模糊的条纹画过 那就是因为你不是根据画素来看世界 你看到物体 而它们在你移动眼睛的时候 改变非常非常的微笑 让我再稍稍解释一下 这在讲什么 那就是现在请你盯着你眼前的一样东西看 然后呢 看一段时间之后 你稍稍移开你的眼光 往左边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一点点你根本没有觉得 那我眼睛看到的 跟刚刚有什么样的炸的差别 尤其是你原来要看的那个物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眼睛在大脑里 它就会设定 它尽量把你要看的那个物体保持不动 所以包括在看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眨眼睛或者是我们摇头 或者我们点头 你完全不会 你甚至就彻底忽略跟遗忘掉了 你的眼睛跟这个物体之间的位置 曾经有过改变 所以你知觉到的规律性 不只是低层次的 像是线条啦 轮廓啦 调恒啦 或者是模糊性 还有高层次的 像是复杂的物体跟场景 你的大脑在很久以前 就把这些规律性 把它学习保留成为概念 现在大脑利用这些概念 将不断改变的视觉 输入分类 所以我们随时都在靠这些概念 进行分类 你进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的大脑就会指挥你的眼睛 把某一些东西当做背景 把某一些东西当做前景 背景就意思是你不太需要去注意 你应该要注意到什么 所以不一样的人 有不一样的大脑的概念 进到同一个环境里 尤其是杂乱吵杂的环境里 每一个人所选择的背景跟前景 会不一样 有的人会先看到人 有些人会先看到灯光 有些人会先听到声音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是我们大脑所设定的概念 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概念 那我们所经验的世界很可怕 那是一团混乱 因为所有这么多的东西 通通都在争取你的注意力 在注意力彻底分散的情况底下 什么东西都进不到你的脑袋里 或者是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会吵的 让你听不清楚任何一点的声音 因为概念 所以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自然的去分辨 即使是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里 例如说捷运里面 这个捷运车要进站的时候 可是在大脑的概念里 我们会敏感的特别捕捉到 人讲话的声音 所以虽然人讲话的声音 比车厢进站的声音要小很多 可是这个时候车厢进站的 这种机械性的声音就变成了背景 我们还是听到有人在说话 可是倒过来 如果你是一个捷运的工程师 这个捷运的工程师 你的大脑的概念所设定的是 你对轮子在铁轨上的声音 有特别的感受的话 这个时候即使是跨连夜的车站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一起在说话 可是车班进来的时候 你会听到那个铁轨上 这个声音不对劲 因为那个声音对你来讲是前景 人的声音 说话的声音就变成了背景 不一样的人 是用这种不同的方式 在经验这个世界 所有的感觉兴许 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庞大的难题 等待你的大脑来解决 你看到的物体 你听到的声音 你闻到的气味 你感到的触摸 你尝到的味道 以及你经验成为疼痛痛苦和感情的 各种不同内感感觉 全部涉及连续不断的感觉信号 这些信号在抵达你的大脑的时候 变化多端 而且模糊不清 大脑的工作主要就是 在这些信号到达之前 先去预测 填补缺失的细节 并且尽可能找到规律性 让你才能够体验到 应该要体验的物体 人物 世界 或者是音乐 而不是 确确实实就在那里 那原来是 一团乱哄哄的骚动 大脑在帮我们 从这一团乱哄哄的骚动当中 寻找到秩序 我们是要透过这个秩序 才能够感知这个世界 为了达成这项惊人的壮剧 你的大脑利用概念 赋予感觉信号意义 为它们从何而来 在世界上指称什么 以及如何根据它们 采取行动来制造解释 你的知觉如此鲜明 而且及时 以至于你不得不相信 自己所经验到的世界的 原本的模样 但实际上 你经验的是 自己大脑里建构的世界 你经验成为外在世界的东西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你脑袋里 当你利用概念分类的时候 你使用的不只是 可以运用的讯息 就像你从一堆斑点当中 看到那个图像一样 那意思是 关键的重点是 每一次你经验到情绪 或知觉到他人的情绪的时候 都牵涉到概念分类 来赋予你的五感 以及内在的知觉 这是情绪建构理论的 关键主题 用这种方法 我们体会到 情绪是被建构起来的 这样复杂的情绪的图像 我们才进一步来予以了解 予以分析 这就是这本书 How Emotions Are Made 情绪是如何构成的 它给我们的一个 基本科学的新的路径 跟探求的方向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到一会儿时间 我们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太燕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暖整个夜晚